据儿子小杨说 这次他之所以砍断家里的电线 是因为姨妈来了 他很烦躁 儿子一共有三个姨妈 姨妈们都在外地 老爷就随着小杨一家一起生活 在小杨小的时候 这些亲戚就经常会来家里居住 一住就是好几个月 他从小就不喜欢这些亲戚 儿子认为母亲偏向这些亲戚 因此经常与母亲吵架 但是让我们不解的是 之前小杨也提过 2009年老爷去世 母亲娘家的亲戚便不怎么来了 既然如此 儿子为何还会如此气愤呢 当时上学 你知道吗 他们打麻将经常也得打到12点 甚至一点 这个家里边 他们那边打麻将 我的觉睡不了 第二天我上课 就要受影响 听不了课 对吗 学习成一下降 我就要在别人面前低烟一等 那然后呢 为到今天有什么影响呢 我所有的事情都是无限后的往后推吧 比如说 婚姻 我今年34了 愣没交过女朋友 您信吗 那可能的事吗 为什么你不能去交个女朋友呢 我交女朋友 我怎么交啊 怎么不能交啊 没工作 没有知识 没有灵力 又没挣多少钱 拿什么交啊 我就问 有什么资本 我先问 我房子给她准备了 结婚的钱也给她准备好了 您想说 我这当父母 我还怎么着急 给你准备房了呀 我怎么还着急 这是后来的事 再后来 哪怕是昨天给你把房子准备了 前面的事已经解决了 对吗 我父母给我解决了 但是学历呢 学历呢 学历影响你 当然了 学历工作 现在这个社会 从我上学毕业以后那个年代 我得看学历入职啊 刚才你妈妈不是说 您没有学历 您哪来的入职 但是刚才妈妈不是说 你现在有是一个大专学历是吗 还是本科啊 专科 没学历的人多了 就是借口 可是我还没辙 但是有个问题 你大专学完以后 工资很低 我不用说 几千块钱 两千 一千 一千多 还得充电 我不同意 你仍然认为 你的大专学历 是阻止你 结婚和就业的主要 不是说这个 是引起一系列的联统反应 中间的一环 中间的一环 但这是一个根本原因 对 因为你总在强调学历 对 而学历没有拿到 是因为家庭环境 对 就拿这些事说事 你应该是